如果三战爆发 旁边三哥的威胁究竟有多大 在不少网友眼中 印度是一个十分奇葩的国家 做出的种种事情都让人不可思议 比如印军的摩托车杂技表演 总给人一种人畜无害的感觉 但事实上 印度作为妥妥的南亚霸主 其野心十分巨大 不仅将整个南亚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 甚至认为印度洋就是自己的内核 而印度之所以有如此底气 就在于其强大的军事实力 目前现役总兵力高达145万 包括海陆空三大军种 是世界上拥有常备军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陆军方面 总兵力高达120万 拥有4700余辆坦克 6000多辆装甲车和9000多门火炮 而且其主战坦克已全部实现三弹 配置极为奢华 同时还组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山地师 作战能力相当强悍 除此之外 印度还拥有九种型号的弹道导弹 其中就包括烈火五行洲际弹道导弹 虽然射程只有5500公里 但却足以覆盖大半个亚洲 其次是印度海军 目前总兵力5.5万人 舰艇总吨位34万吨 拥有300多艘各式舰艇 其中包括两艘航空母舰 四艘驱逐舰 13艘护卫舰和250架各式飞机 另外印海军还拥有一支海豹突击队 专门负责执行特殊任务 除了数量之外 印度海军在技术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例如其自主研发的布拉莫斯导弹系统 使印度具备了在远海进行精确打击的能力 此外印度还积极发展舰载无人机和舰载直升机 提升了海军的情报 侦察 反潜和空中支援能力 不得不承认 印度海军已经成为世界最强的海军之一 接下来是印度空军 尽管印空军长期以来一直给人以大而不禁的印象 但其规模和装备质量不容低估 据相关数据统计 印空军目前总兵力12.7万人 拥有2.2万名飞行员和50多种不同型号的飞机 其中包括了各种类型的战斗机 直升机 运输机和侦察机等 尤其在战斗机方面 印军拥有苏30NK 米格29以及阵风等战斗机 除了花大钱购机外 印度也正对国产战机研发进行全面提速 其中就包含了四代和五代战机 可见印军总体规模庞大 但也有不少硬伤 比如武器装备自主研发能力薄弱等等 要想超越前三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